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廣東重現京津記泡水慘況 網傳又是水庫泄洪 習近平也翻牆 習X平臺官方帳號曝光 嚴禁留言遭網酸報 疑他們駐屋炸機場 痛失六戰機 俄鷹派域用核武轟炸這三國 俄一元域再動員300萬人 專家稱 俄兵薪水已漲一倍 國家準備破產 下戰書 莫迪持續敲打習近平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5日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的不到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廣東重現京津界泡水慘況 網傳又是水庫泄洪 颱風蘇拉侵襲廣東省境驟降豪雨 網傳影像顯示 入夜大雨龐沃 民眾焦急吶喊 慘烙水庫放水了 造成之前水漫京津界的慘況重現羅定市等地 上月初因颱風杜蘇瑞殘餘環流發威 中國華北東北驟降暴雨 人為泄洪保守多 導致水漫京津劑 重災區桌州等地至今仍待復原 不過 這回蘇拉颱風來襲 當局似乎為記取教訓 前身是推特的X平臺 廣傳廣東羅定等地淹大水影像 趙因據當地民眾爭相走告 又是水庫泄洪 已至民宅與私家車泡水 市區一片汪洋 完全複製水淹京津劑 X平臺帳號李老師不是你老師說 9月2日晚 受颱風影響 廣東羅定水庫開始洩洪 五個閘全部放水 造成周邊村莊受影響 去年6月間 中國華南地區的廣東 廣西與福建省因連日豪雨 廣東省境的豐舒坝水庫洩洪 於是東江下游水危暴漲 珠江水位超警戒線 導致廣州城被淹 習近平也翻牆 習X平臺官方帳號曝光 嚴禁留言遭網酸報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親自翻牆進行大外宣嗎? 近期在原名推特的X平臺上 一個叫做學習時代的帳號 經過官方媒體證實 該帳號就是習近平在X平臺上的官方帳號 三立新聞網報導 X平臺上這個短短11秒的湖北武漢空軌列車試車畫面 讓中國大外宣整個嚴重歪樓 因為發布這支影片的帳號才是許多網友關注的焦點 名稱叫做學習時代的帳號 內容滿滿都是習語錄以及中國內政佳記 近期 該帳號轉發湖北交通建設短片 還標註地方政府 沒想 湖北媒體報導時卻露線 證實這個帳號就是習近平海外官方X平臺帳號 甚至還稱習近平官方帳號才是中國外宣的最高平臺 國家領導人帶頭翻牆 讓許多網友滿頭問號 有網友發現 習近平官方帳號甚至還啟動禁頻功能 被網友笑稱原來是玩雙關 開啟習近平模式 不過也有人認為 事實上該帳號是用來監控翻牆的民眾 還擔心關注號會不會就被網管直接找上門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稱 別看你今天鬧得歡 小心今後拉清單 這都得應驗的 除了X平臺外 許多中國媒體也揭露習近平臉書官方帳號 但卻被網友抓包 該帳號近期轉發的桂林風景 其實是電腦合成的假圖片 大外宣手法拙劣 破綻百出 北京當局帶頭違規 中國民眾卻為了享受言論自由 必須提心吊膽 如今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官方帳號已被證實存在 嚴重雙標的行為 或許翻牆的中國民眾早已習以為常 以他們駐屋炸機場 同時6戰機 俄英派御用核武轟炸這三國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8月30日 俄國普斯科夫機場遭到烏軍20架無人機攻擊 共有6架俄軍軍機損毀 當中更包含圖22M3及一流山IL-76大型運輸機等 相較烏軍造價低廉的無人機 俄軍可謂損失慘重 另外 普斯科夫機場距離烏克蘭邊境足足有600公里遠 不過 距離波羅的海三國 立陶宛 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國邊境近10多公里 引起俄羅斯國內鷹派懷疑 該批無人機正是由波羅的海三國出發 因此 俄部分鷹派人士及媒體要求俄國政府採取對於波羅的海三國大力回擊 甚至不排除動用核武報復 針對俄國鷹派人士一策 中國軍事專家張元偉分析 俄國鷹派人士的推測並不無可能 由於波羅的海三國當中的立陶宛對於俄國態度強硬 因此 該次無人機攻擊使波羅的海三國按住的推測並非毫無根據 不過 俄國不可能對波羅的海三國動武 因其為北約成員 一旦攻擊 戰士將升級為全球戰爭 俄國不可能貿然行動 俄一元域再動員300萬人 專家稱 俄兵薪水已漲一倍 國家準備破產 美情報部門日前指出 俄軍在18個月來的戰爭中已陣亡超過25萬人 加上大規模的傷員 總傷亡數約相當於戰爭以來新徵召的80%兵員規模 據俄羅斯《工商日報》3日報導 針對俄強硬派認為 即將失去烏東分離主義地區及克里米亞半島 一貫好戰的古魯烈夫指出 當局的計劃是在年底前招募42萬名合約軍 但自己已於日前向杜馬提交了一個再動員300萬人參戰的提案 以取得作戰勝利 古魯烈夫坦言 此舉將面臨包括人員兴奉 武器數量等困難 但他強調 可動員民生用品生產部門 轉產軍工產品 協助軍工製造商的產量 新頭殼引述彭博社8月底援引內部消息報導 俄主要國安機構的強硬派 除呼籲總統普京隔職部分俄高層 更倡議自部分軍事動員轉為全面動員 並讓全國進入戒嚴狀態 然而 英國《衛報》4日報導 據英國國防部情報 俄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戰爭傷亡和穆斯科等城市對徵兵動員的抗拒 縣正試圖招募來自中亞的居民和移民 以補充所需要的兵員 英國情報機構稱 俄正向中亞國家招募志願士兵參與對烏克蘭的作戰行動 根據當地傳單 俄開出高達4160美元的月薪 並承諾能快速獲得俄公民身份 中國財經專欄火星宏觀分析指出 俄羅斯今年上半年國防開支為5.59兆盧布 較去年上半年增加3.32兆盧布 成長達146.3% 佔同期財政總支出14.97兆盧布的約37% 若再動員300萬人入伍參戰 每月光軍人薪酬 就再增加7110億盧布 加上包括生活費 交通費 武器費等 年度合計上看3.8兆盧布 以俄羅斯上半年預算收入僅12.3兆盧布來看 根本入不敷出 下戰書 莫迪持續敲打習近平 印度一直對北方鄰國中共的軍事擴張行動保持警惕 上週 一張中共標準地圖納入兩國間有爭議的地區 包括接近2020年中印爆發衝突地點的領土 導致緊張局勢再次升高 印度5日啟動大巡軍事演習 演習地點包括爭議未解的中印邊境地區 且在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缺席的新德里20國集團峰會期間 軍演將持續舉行 法新社引述一名不具名印度國防官員說法報導 這場名為三叉戟的為期11天軍演 主要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和中共接壤的 北部地區舉行 屬於年度訓練演習 印度總理莫迪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在南非金磚峰會舉行了短暫的面對面會晤 但未舉行雙邊會議 觀察人士認為 這意味印中關係仍因邊界對峙處於緊繃狀態 與此同時 印度也在尋求與西方國家發展更密切的關係 包括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 美國 日本和澳洲 這些國家也正設法拉攏新德里 以與中共抗衡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有些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的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內容 讓我們 v